印度、日本和澳洲今12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谈 印度外交部声明指出三方对印度与太平洋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磋商 且同意维持区域内的自由、开放、繁荣与包容 综合媒体报道 印度在新德里举办的三方会谈 邀请日本、澳洲共同协商、海上安全、合作与救援等联合行动 印度外交部指出会谈针对区域内共同关心的问题协商 且为符合区域及全球国家的长远利益 与为三国同意因维持印太区域的自由、开放、繁荣与包容 会议由印度外交部次长乔纳森S Jay Schinker 澳洲外交与贸易部次长亚当森 Francis Adamson 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山山政府共同主持 为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、稳定与繁荣等共享的远景与价值观 印度曾在11月12日与美国、日本和澳洲在菲律宾举行首次的正式四方会谈 为防止中国区域快速扩张、加强海上自由的航行权 接着呢 - 星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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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